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播映节目 不过员工前途和较早前承诺发放的奖金 就没有确切答案 百多个员工在亚时免费牌照戒门前维持亚时免费广播 最不舍得就是没有了牌照 这个是最值得回忆的 没有了牌照 都已经没有了广播 连份工都没有了 会不会留到11点59分的最后一刻 会的 亚时临时清盘人得勤人员下午进去公司 投资者 中国文化传媒强调 亚时虽然不能够免费广播 但是会遭用卫星 在香港以外地方广播 和透过网络等平台营运 又说已经获创 商业板公司协成协封注资三亿 会重组债务 虽然我们对此表示万分的遗憾 但是我们也尊重政府当时做这个决定 三亿的注入亚洲电视债务的资金已经到位 未来我们还增加另外的七亿 将所有亚洲电视的债务 做一个打包的处理 集团之前和亚时员工合约列明 会发放一个月花红 但是可能有变 这个奖金我也要确认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收到一个指示 就是说是不能追讨一月份二月份的欠身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声明 这个指示是不存在的 我们都很乐意 就是用现在的资金来 将亚洲一月月份的薪水 立刻发给员工先 这个奖金的话 我们会以别的形式来发放 中国文化传媒在记者会上面 多次说免费电视是亚时其中一个业务 将来会继续营运 又说会重新聘请员工配合将来发展 无线电视机就在南海营报道 有观众专程去到亚时厂房影响留念 有市民就说对亚时结束感到可惜 亚时最后一天广播 不少市民专程来到见证 历史的电视台 这么久的电视台 做了几十年这么久 现在的电视台都很难做 这么多网络的东西 亦都有来自深圳和广州的旅客 从小到大都看他的节目 现在他要没了我们都很心痛 小时候在丽的表演音乐的瑞典人 亦都来到说一声再见 不单是我自己的历史 都算是香港的历史 很深厚 看到他今天就终之就要close 有电视也差不多可以看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失望 会的,因为陪着我们成长这么多年 这班长者茶客 亦都是亚时忠实观众 第一间香港第一间电视台 做到今天 因社会环境或者人事的变迁 收台是令人很感慨 这间茶餐厅几十年来 开着电视时又看无线又看亚时 老板说某些食客甚至会自己转台 追看亚时某些节目 根据节目表 本港台全日播放的除了六点钟新闻 和夜间新闻是直播之外 其余都是重播节目 无线电视记者黄德蓝报道 地政总署人员早早到慈云山发射站 收回由亚时租用的土地 港台亦都为接手广播频谱做准备 地政总署联同电讯刑科 港台和亚时的工程人员 早早去到亚时在慈云山的发射站 地政总署人员贴出告示 说由即日起会接管达地 今晚亚时将会在通讯局人员的在场见证下 在11点59分在这里正式终止广播 到时市民将再看不到亚时的广播信号 可能短暂时间会没有了画面或者出现雪花 港台会随即开始无意广播 港台在接管亚时的频谱之后 五售阶段的信号会以十一个发射站发出 包括是池云山、飞蛾山、青山等等 受阶段会覆盖到全港接近八成的人口 预计要到六月下旬才会改善 可以覆盖到九成九的人口 港台说现在仍然有40万人 接收着无耳制息 即是以旧有的制息来看电视 观众到时不用重新搜台 便会接收到港台电视31A和33A两条无耳频道 两条频道会分别同步播出数码31台和33台的内容 31台有港台自己制作由上午六点半播放到五夜一点半 当众包括新旧公共事务节目和新闻节目 而33台便会24小时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九台英语记录频道 而香港电视娱乐将会提供一条数码中文频道ViuTV 市民星期六凌晨开始接收到广播信号 但频道就会在4月6日 也即是下星期三才正式开台 无线电视机在瞬前门回答 星岛新闻集团宣布高层员工将会减薪最多两成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星期四起一年两日 在美国华 体育消息 世界女子却球錦标赛 香港球手吴安怡火柏温家琪 赢得双打冠军 赛事在英国列斯举行 吴安怡和温家琪在八强和四强都直落赢三局晋级 去到决赛对英格兰和拉脱维亚的组合 吴安怡和温家琪严强足实 延续强势 赢4比1 奪得冠军 吴安怡之后会出战单打赛事 亚洲电视是第一间华语电视台 吴启播至今近六十年 多次逆手 近年股权争议不断 一起回顾它的起跌 亚洲电视前身是《麗的影声》 1957年5月29日成立 70年代改名为《麗的电视》 第一个华人总经理黄石照大胆喜用新人 多部剧集《深日闻心》 《天蚕变》 《鳄鱼类》都大受欢迎 大地恩情的高收视 令到无线的轮流转腰斩 82年远东发展集团创办人邮德根 由澳洲三个财团手上救入《麗的》 改名《亚洲电视》 87年一场四级火 焚烧八个小时 亚视录影厂受损 在无线协作下继续广播 优德根入主七年间 亚视转规为盈 88年起 逐步转手给林伯英家族 94年六四事件五周年前夕 亚视新闻部六个高层 斑满管理层 临时抽起一套六四纪录片集体辞职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林伯英做老板初期严重蝕钱 92年换管理层 到96年开始转规为盈 但最后仍然蝕钱离场 98年内地资金入主 包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 和丰小平 陈稳奇等等 国授权制作的游戏节目 《百万富翁》 收市最高有39点 创当时亚视收市纪录 07年亚视再改台辉 但表现不变 持续窥蝕 感谢天感谢地 谢谢大家 2010年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的 内地商人黄征入股 本台北京得到的消息 2011年亚视运步前 国家主席江泽文死讯 台辉都曾经转式 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帮江南star 黄征也反对政府 研究发生的免费电视牌照 亚视不会被淘汰 亚视前年起开始出现欠伸 股东之间有分歧 政府去年宣布这个决定 亚视现有的免费电视牌照 不获逐期 新投资者入主 但欠伸未解决 更加被申请清盘 由丽的到亚视 近60年加广播结束 母线电视机就在楼俊安部导 下集会有其他新闻